看究竟是第五局的賽事 暫時香港的傅家進 以4比0領先派豚 至於分數是以8比5,有3分的優勢 試試試試試試 派豚舊球 這個球球球球得很聰明 它不夠中間的那一堆 它不夠旁邊的零丁的球球 就夠中間的那一堆 剛纏著紅球球 球證要戴上老髮鏡 看看究竟是否貼球球要告訴球員 這球球球救得很好 這球球沒甚麼壞 三人對濟拓的暴震很重要 剛才也說過 如果能夠以上市對他們的中市 以我們的中市對他們的下市 以下市對他們的上市勝算很高 現在分布相當不錯 達仔會對著納帕當 至於陳國明對著初冊 我剛才所說的是上市對中市 因為納帕當是他們最強的 至於華達娜 因為狀態不好 現在坐在這裡為隊友打氣 只可以 這球球是4球 很好的力量 這球球已經拿了半分 因為我們已經以4比0領先 即是多贏一局 多贏一局 我們已經拿到1分 至於另一邊的形勢 稍後稍後才知道 Python,這球球很兇手 因為球球很散 要避開中間的紅球 上去也挺困難的 而且很遠水路 有,對,不太貼困難的 這球球真的不中富居 有機會被他忽略到 有一點運氣 就中了球幾乎入中袋 不過幸好不入 有機會送給傅家俊 你要戴眼鏡 MISS這麼肉酸 MISS 剛才提到遠程MISS 遠程打薄鏡 很容易會MISS 這個球其實已經很拚命了 不調校上面的球,是藍、啡、綠 看看哪個位置較好,可以調校紅球 打黃球 對,不會貪玩分數 贏就可以了 對,最重要是Q in hand 這個球的力量似乎不太好 看看左邊的紅球是否看得到 如果是比前面的紅球遮蓋,挺兇 如果是右手邊的這隻,雖然有機會 但要用Rest 紅球的分布亦是挺散下的 紅球離開了Sport點 一條Cousine 大力一點,麻煩你 真是緊張 因為用力了,紅球剛剛黏著白球 變成藍球比較難打 現在只要打拼球,碰碰,把洽溝架 那邊… 你看它的拼球能否碰到 碰到的 這麼拼得 但是這個球要很小心 打厚一點,很容易給球證判 一個押拚 那邊有訊息到過來 至於陳偉達暫時以2比1領先 至於陳國明以0比4落後緊 所以很決定,如果我們這分得到 要看那邊,如果陳偉達打好一點 就可以拿到這面的金牌 這球球的救球是一般的 救不到紅球 會否被球證碰無意識,沒錯 球證碰無意識,傅家俊叫他打多Q 因為救得太離譜,若是有保護性的打法 球證會判他無意識,放回原位 再打,扣了4分 如果是好餐屎可以計罰 好餐屎就只打,好餐屎自己打 可以起迫 再救過,仍然採取兩個孤筍 下來,左嘴 這個球有一點暈,中了球 真的好暈,沒甚麼壞 我相信傅家俊會負責 看到這邊的紅球嗎 這邊的紅球應該是… 遮住 被菇順邊的紅球封了尾袋 看到泰國球迷真是為自己的國家打氣 畫到臉上有國旗在臉上 現在是靠陳偉達,陳國明論 對,我們現在贏4比0,那邊又輸4比0 陳偉達稍微的形勢會比較好 以2比1是領先 但他的對手是Lokberdon 真是六死垂手,尚未可知 這球很漂亮 我只會把白球放在菇順邊 讓代角放著他的手 不可以很鬆弱地放在桌子上 我唯有尷尬球 真的有,他經常大… 這東西是大膏、大棍 把白球一條菇順避開中間 那些紅球走上去 但真的嚇死了,幾乎腐乳 這球是打耐性的 對,其實對付家俊很有利 因為我們已經以4比0領先 如果這球看來看 對方以0比4落後 心情亦會較緊張 所以這球很大機會 讓付家俊不用起迫 都可以磨贏 看看我的猜測會否有誤準確 又是大力撞 你不會用力的,你叫優勢 落少許篩,這球中得很頑皮 其實中得太厚 可以看到右手邊的尾袋 有個紅球已經送了機會 但也挺難教球 因為一條菇順 很容易中到旁邊的紅球 白球上不了 白球 不愛 好,上來 糟了,這球是輸的 上來後,有個拼波中袋 入了球 剛才鏡頭摺著就看不到 我剛剛就看看紅球 因為燃了紅球 吃了袋口球 這球已經有10個紅球 桌面上有10個紅球 外國王 拼波和藍球兩個選擇 如果打拼波的話,就要快力水 因為左下角有一個紅球在袋口邊 打藍球的話,就會較為易交 他也是選擇打拼波 這球的霧的風險都很大 可以看到,就是抽起球尾 動起球尾去打 準繩度會差一點 但也很漂亮 拼波是入尾袋的 打一個紅球 一條菇順 打一個紅球的原因是 想控慢一點的白球 就是調配拼波的中袋 因為看到右手邊的尾袋 應該是被下面的兩條紅球封住了 賽事採取11局6勝 我剛才也說錯了 因為決賽,我還以為打四球 太緊張了 暫時是4比0領先 奮進決賽拳 富家俊已贏了單打 阿里 其實阿里是冠軍 先打的冠軍 我的形勢 富家俊已有力 拿單打金牌 我很可惜 賽事時間的問題 咀球先行先 在香港還沒有拿到金牌 金牌壓力是否加入 看見他打得差一點 看到他現在已經克服了所有心理問題 打得不錯 之前我們見過他打了幾盤球 都是頻頻起迫 暫時分數是27比5 你還量度過接下來的紅球 打完這個拼球,加上六度是33比5 看看可否再起迫迫給我們看看 對了,打尾袋 相信會把拼球的中袋救回來 還有球是扯一點吞口 打到現在才相信 對,很可惜… 我真的很替他可惜 我真的很希望他拿這個金牌回來 但現在還有機會 很敏碎,其實這個球… 因為他打過慢球 現在是額毛打上去 因為他的拼球有點飄去右手邊 有一點踏跡 因為是要調整上面的紅球 所以是盡量留力的 去前也調整中袋 似乎是對中袋情有獨鍾 不斷地向著中袋去進攻 一條孤筍,彈出來 太好了 這個球是很重的,左手變篩 看見這個球是直線走出來 調整拼球下面的紅球 這是最好的球 打到現在才可以順暢 遲點那麼多 也不要緊 因為我始終都認為 團體賽就是大家的一個光榮 亦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如果拿到團體賽 金牌真是很高興 這個球很漂亮 避開所有紅球 交往右手邊的尾袋 慢球 彈上去 力度差一點 稍微斜一點 因為球太薄 所以就力水比較困難 這個球 這個就是和剛才的相反 順毛打下來 就向左邊一點點飄下來 所以我不敢做 這些球是最激死對手 對,很猛 因為打球有一個最不好的心態 就是希望人家打失 希望人家打失 那是不好的心態 其實真的,我講得沒錯 這是最不好的心態 其實看自己打好一點 比看對方打塞自己贏 贏了也不剛才 但這樣朗朗一下 有時是激死人 怎麼整個拱球 這個球也沒辦法 因為是太直的關係 唯有扯一扯 希望困一扯 困扯一點點 可以調整黑球 但這個球應該調不上 是否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可以看到薄皮 打尾袋 打尾袋 應該是鵝毛打尾袋 沒有正常,剛好 很厲害 很厲害 都說他現在才順 真的激死你了 可以說現在已經進入狀態 真的 很可惜 好,進入伯克 打打的時候 說不一樣 不要緊 還不懂 扯箭扯走 就算不進 也沒甚麼壞給對方 看到Pi Thun 也是投降的 結果 以5比0 暫時領先 看到Pi Thun 這個球 是高級大棍 他想走鬼 走不了 打兩個球 現在看的是第八局的賽事 剛剛是Pi Thun打了個阿虎 分數是4比0 暫時附加盡有四分的優勢 上面還有15個紅球 有個好機會 打一個Drap Shot 打黑球 打得太厲害 會不會 多害怕他打不拼 這個球 用Drap Shot 希望打黑球 仍然有斜位 打黑球 可以把紅球迫散 似乎Drap Shot 太厲害 黑球撐住了 唯有打六球 看看另一邊的形勢 陳偉達仍然2比1領先 至於我們另一位隊員 陳國明 暫時以0比5落後 一看這盤數 陳偉達那場打得很慢 看來可能拉鋸得很厲害 對,因為剛才我們看這盤打完 之前仍然是2比1 仍然是2比1 現在仍然是2比1 拉鋸的情況 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傅家俊 相信會安全 2條鋸筍 體力水碟 儘量利用黃球遮住中間的紅球 讓右手邊的球打就最好 焗球 沒錯,果然能做到 加上白球稍微黏鋸筍 增加了難度 這個真是好像花和尚 高球大棍,已經不起了 獨臂刀王 我們經常說有勇無謀 好,這個男子在緊張的情形 我也估計他會打失 果然真的打失了 送到一個小小的機會 右手邊有個紅球,一個駁咳 但是打完之後 會否鍵到上面那幾個紅球 調不上顏色球 不過,似乎傅家俊會選擇 打中袋或設計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設計多兩球會比較好處 因為對方已經落後2比5 如果輸了這一局 他就會輸了這一分 畢業了 所以會比較緊張 如果設計多兩球 在戰術運用方面 相信會比較成功 果然傅家俊這球真是4球 不打招 盡量不讓對方投入 在比賽中 因為已經被追回兩局 如果對方投入 因為如果投入到 打贏兩、三盤 其實是很容易的 起逼不難 因為現在他們 差不多是國際上的職業水準 你看這個4球 其實是相當之好 有赤西避開 右手邊的三隻紅球上去 他自己也滿意 很滿意 雖然力量一般 但設計得很漂亮 沒甚麼問題 又是一個赤西 傅家俊這個 是扯戰扯走 一個赤西是切尾袋 兼夾 亦避開右手邊的三隻紅球 希望藍球遮住代口邊的紅球 遮住了 遮住了 送臘腸給他吃 直線 看看這個球 足夠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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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相當好 足夠薄了 足夠薄了 所以他們已經是國際級的水準 真實 亦沒有壞 中間有一隻紅球 零丁 可以切尾袋 已經走上去 接近這隻 好, 上去 可以藏在啡球後面嗎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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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力量相當好 真的正好 正好力量 也沒那麼準 心臟弱一點 也不想看這些球 每次都打到身體 這個球又設得好 其實好球 雙方便真的互不相讓 大家設計也好 又是要戴老花鏡才看到 好, 究竟是否貼著 貼著, 沒錯 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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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打中球 直接推開 這個球 相信它會把白球 藏在綠球後面 這樣就比較難 力量如何 力量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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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為大 但似乎應該遮蓋到 這幾個球 真的看得到我 拍桌 全身都擲 我都擲摸 真的擠得很漂亮 因為球又走得慢 你一直跟著球 心跳 力量又如何 真的厲害 又是對的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雙方便真的互不相讓 ZQ真是很有水準 看誰沉著氣 沒錯 因為這盤球 大家都沒甚麼機會 只不過打了一個紅球 兩個 兩個 我記錯了 兩個球 自己一個 一個而已 這個球 前輪不到,只有後輪 用啡球 我們經常開玩笑 中國泥巴 可以嗎 沒錯 中國泥巴 做得很漂亮 有些球 就不可以直接打到白球 球的球心 焗了一點點 右邊 結果是失敗的 但這個 可能要戴眼鏡 第二次這樣失敗 但有些是職業首席 球證好東西 這個真是公正言明 因為你看到球 一定要打中球 打不中球 有一點點沒有意識 要他再打過 要他再打過 不過球因為你看到 以你這樣的水平 你不應該打不中球 他說要放前一點 這樣是對的 不是英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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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對 右手邊的球 是放著球 這個球是保護他 可能真是主場之利 放歪了一點點給他 這個球真的… 可能我說得有點過分 這個球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應該是在右邊一點 Pi Toon跟球證 反對說他放得太過 球證就放回去 好一點給他 這個球也有多部分 這個球 設得很好 不過右手邊有機會送給我們 看得到 Marco 看得到他很集中 腿彈一條骨筋 避開中間的紅波 再上去 力水會比較細力 黑波可以嗎 黑波要用REST 這個黑波很好打 問題要調紅波很困難 很準確 果然是困困的紅波 結果沒有機會 沒有紅波打 亦都可以設定 可以打右手邊 最遠的一條骨筋 收回六波後面 亦都可以打前面的一條骨筋 放回骨筋後面 設定較為穩陣 這個球儘量設定白波 設定有幾方面 最好當然是設定屎鹿架 另一個方法就是設定白波 儘量把白波黏在骨筋上 令對方不能下低 不能下低 不能下低 準性更加不太好 這是一個很高的ZQ 這門球 這個泰國的球打得不頑 打得不頑 他一直在骨筋你 你沒想到責低 沒有辦法 他直接不給你機會 可以看到他 坦白 雖然是… 那個上風是在Marco 我們可以看到Marco 經常打近球 而他經常打完球 但是他中的球打得不錯 剛才的球打得很好 令Marco很難設定 因為右手邊有三個紅球 這個有機會給他 不能下低 對 這裡有機會給他 中間有最少兩個紅球選擇 近一隻 現在近一隻 另一隻在中間 可以推尾袋 他是選擇推尾袋 這個球打得很難調 因為白球是黏菇筍的 亦沒有多少個顏色 讓他交 可以 真的緊張 緊張 因為ZQ有個好處 可以設定對方 令他沒那麼好機會 但另一個壞處 令自己很困難 因為你不撥球 如果溫不出球 就不能暖身 大家都不能暖身 對 不過傅家俊有些機會 我有機會 因為這項餐廳不錯 似乎想調校黑球 選擇一隻較為難打 這個球更薄 因為比較窄 加上他覺得黑球不太好打 這項餐廳是想調校的藍波 這項餐廳是失敗的 這項餐廳是壞的 這項餐廳 看看Python 在這個心情之下 可不可以有正常的發揮 這項餐廳是益的 這項餐廳 其實不是很壞 因為近一隻是薄咳 薄咳 薄咳的白球會走得比較快 難控制白球去調校 看看它可不可以控制得到 這項餐廳 打個中袋 兩條菇筍 果然力量很一般 調校藍波不太好 Py波也難調校上來 因為旁邊有黃波和綠波 阻礙著白波的走位 看看看看Py波 因為是難走白波 選擇打藍波 這個波很薄 信心不足夠 看到它是伏低身 又要重新 重新 薄, 反正也是, 肯定薄 肯定薄 如果能夠起到 把對方的心理狀態降低 就會對自己有利 因為它追了兩盆 對, 追了兩盆 這裡讓它有很多球打 有很多球打 有拼波, 有拼波 有很多參試 是的, 這球會比較壞 正如你剛才所說 現在只能看它是失準 打失球 現在這個情形也是很困難 但是很困難 因為這麽高水平的賽事 都很困難會打失球 這盆球還是差點 但看到傅家駿的心情也挺輕鬆 完全沒有緊張表情 反而Py Tune的樣子 讓我們看到也有點緊張 但現在的紅波這麼散 很容易 如你所說 如果希望它在守著 便會犯錯 剛才傅家駿的紅球 那球失得比較差 沒辦法 那球也挺難打 因為是挺窄的 他不打那麼大力 這也好 不用教他 不打那麼大力 他要教藍球 所以想把白球運回上去 又要大力一點 各個頭打, 向右邊 好, 小心 看看塵也要倒閉 似乎他打得比Sam Chong 沒有, 這球他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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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機會 那球都放了給他打 小心一點 桌面上還有八個紅球 放了給他打 小小背仔 相信還是會調整個白球 一條白球 彈出來 仍然是調整到白球 是黑球 桌面上的紅球越來越少 形勢對付加準越來越不利 這個球也是一個stun shot 將它伸前一點 調整斜位 斜度稍微斜了一點 要借鎖上才可以調整拼波 看看會否選擇調整黑球 好, 好 好, 果然是調整黑球 看到它的出擊也挺爽 大部分的泰國球員 都是我們常稱為長橋大馬 那個bitch也挺長的 方便, 其實下西會比較好 但準繩度會這樣 會差了一點 好, 看看這個扎位 stun shot 這個球是stun前 這局不用打了 都是他 沒錯, 剩下五個紅球 最初附加準拿了17度 沒錯 不經不覺, 桌面上只剩下幾個紅球 五個紅球 桌面上只剩下67分 現在打完這個, 更加沒有 仍然是Q in hand 打一個pain球 好 其實真的很難得 在落後的情況下 連追三局 連追三局 加上還可以自己起迫 可以看到它的水平是很高的 多窄位 可以扯退後調整黑球 這個黑球 相信被打得很痛 打了很多個 再一個stun shot 把球伸到右手邊 鋪上邊 調整底鋪上這隻紅球 一個閘位 沒有問題 似乎這次大會選用這張桌球桌 的袋口是稍微大了一點 可以看到它的桌嘴仍然可以進入 好 應該不用打了 好, 傅家俊 仍然是出來 希望多放兩球 snooker 令對方稍微冷 不要讓對方一氣呵成 因為已經輸了三局 是的 頂定神也好 利用這種情況 令對方更冷 65比17 剛才有17 落後是48分 桌面上還有兩個紅球 還有43分 換言之 要有snooker 教一個snooker 仍然有一點機會 上去 對方的一個是宅偉 不會打的, 看他的樣子 相信他會打 因為現在的分數已經超前了 好 就算不合 對方也要教士錄架 也沒有 打完這個紅球之後 分數已經超前了很多下 相信傅家俊都會預備投降 這Q是看PyToon可以打到多少度 習偉 他會慢波滴下去 還要多七度 厲害 差一點 他送給你 他送給你 但是傅家俊的分數是遠遠超前 所以他這盤是投降的 暫時是以5比3零先 好歡迎大家 這麼晚仍然留在有線泰育台 欣賞我們為大家送上的阿韻直擊 為你主持節目的是梁紹才 我將會帶大家去泰國的曼谷 欣賞這場 最後一場的桌球團體賽事 是由陳偉達 他的對手就是泰國的Lokpadon 現在在看的是第10局的賽事 暫時我們是以4比5 落後 賽事就是11局6勝 至於分數 我們是以45比0是領先的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的角度不是那麼漂亮 其實原因是 因為這場是最後的一場賽事 現場的機器 是擺在我們的傅家俊那裡 所以我們的攝影師 唯有走走的角度拍下來 角度不是那麼漂亮 希望各位就是原諒 現在打球這位就是Lokpadon 他就是以0比45 落後緊的 40Q 那些Q是沒得怎麼擠的 唯有是點點 把球推前一點 但是他這樣打法 就是有一點是下風 陳偉達就是佔上風的 另外兩邊的賽事 所以傅家俊是以6比5 是贏了Pyton 拿到1分 至於陳國明是以0比6 就是輸了給初夏 所以大分就是1比1 決定金牌就是在這場賽事裡 兩位球員現場的氣氛都是很緊張 大分就是落後4比5 賽事是11比6勝 換言之這盤球如果輸了的話 金牌就拱手讓給泰國 這Q設得不錯 白球貼邊 看到Lokpadon要在Q尾 打個低 把球放在黑球附近的 我看到天時地利人和就是這樣 一個這麼簡單的ZQ 都有這麼多的掌聲 大仔 沒辦法了 點點了 沒錯了 盡量希望碰到 不要黏著球 已經是不錯的了 可以打到現在為止 真是一個拉鋸戰 是體力和意志的表現的比賽來的 因為在今天上午較早的時間 雙方面已經打了一場準決賽 變成大家打了一場波 來到這段這麼晚的時間 這個體力相信就是要很熬得 這樣看法 大仔似乎有多好處 肥仔的體力會比較好少少 這麼長時間 其實不是說那個是動動的體力 其實就是那個體力 是怎樣可以承受 那個意志力的集中那個問題 在這個球裡 大家都說你碰一下我碰一下 因為桌頭上面的餐市 就在藍波上半桌那邊 變了如果是白球一上去 就會輸餐市給對方 在這個情形之下大家就是咬腳 希望不要送餐市給對方 這叫納佛當射得很漂亮 就把白球尋在右邊的底裡 唯有大仔打回代口邊的紅球上去 希望不送餐市 但是這樣也拍手掌嗎 射得不好也要拍手掌 不是嗎 好了 似乎右手邊有個機會送給對方 好 上好的就是一個多遠的一個shot 一個是薄切來的 希望呢 就算打到也希望他教不到球 薄切 鎖 沒問題啊 入到 看白球怎麼走啊 球證就遮住了白球位 是 哎呀 這個位置真是挺漂亮的 一個藍球 打了一分 看到現場的氣氛 大家都感染到 的確事實是很緊張的一場賽事 好 好了 騰一個圈 究竟呢 把白球留在哪個位置呢 是較為有利呢 是嗎 低Q 把球伸橫一點 調回中袋 沒辦法的啦 各位都可以 無厘頭都聽到那些掌聲的啦 這些AC shot都會聽到啦 因為事實是 泰國那方面 觀眾實在會是很多的 教導個中袋 打到這個環境 雙方面 起逼的機會 都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那個 心理的壓力事實 已經是很緊張的 在這麼緊張的心情 要起逼 當然是會比較困難一些 大家看到 教這個藍波 教導是較為斜位了一點點 其實呢 只要它是走多半尺左右 藍波較為直一點 會好教一點 很小心 到目前為止呢 它已經是打了七分 一個是一個小小的斜位 對 緊張就是這樣解 這些球呢 如果平時給它打 我相信呢 食菜都沒那麼容易 但是打到這些階段 竟然打一個捉嘴出來 也很難怪它 實在是太緊張 大仔 有個很好機會 中袋 藍波 暫時以45比7是領先的 那些人都怕它沒有 不怕 怕它教不了 真的 真的 雖然這個黑球 是可以切一個倒切尾袋 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的球 調成這樣呢 其實呢 都是幾差的了 好了 看看看看分牌 究竟是secure 還是打這個球 在這些環境呢 其實這個 雖然不是這麼難打的一個黑球 我相信它都會選擇 secure多一點 希望拿一個上鋒 拼不拼 決定到了 黑球 拼一拼 好拼 這個球 其實呢 它拼時拼 你看到它白球的走位 都不是流力去調球 盡量入了才講 打了8分 暫時呢 就以53比7領先的 有個中袋 不打了 選擇呢 是打王不執 哪一隻呢 去secure 王就王也 看看中袋 究竟有沒有得打呢 其實呢 在這個六波spot點那裡 有個紅波可以打中袋的 先想清楚一點 因為禁排的希望 其實就是決定在它這一盤球那裡的 斜位 似乎是想打中袋 好球 好球 這些球應該都是值得拍手掌的 因為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打個閘位 唯一的選擇 相信都是個六球 過來這邊裝裝 究竟拼球右手邊那隻紅球有沒有尾袋 如果有的話呢 可以打個stunt shot 避開個黃球 彈一條couson去教授的 現在打了九分 六波 哇 好敏水 那真是壓力真是好大 那其實呢 他們在壓力裡面 因為他們年輕 Potball就不是這麼大問題 但是呢 在教球方面呢 就是有少少問題 那些球雖然是打到 但是呢 力水大了 就教不回那個紅球的 就暫時呢 57比7 有50分的優勢 Cut中袋 這個Cut中袋 不入都沒什麼緊要 教個黑球 不入都沒壞 這個球呢 聽到那些掌聲呢 雖然我們見不到那個球入袋 但是知道它入了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KiKi的黑球 就教不回的 那些球 唯有呢 是打中袋 相信它呢 看到它呢 是落低球了 沒錯 就算不入呢 希望沒有說 哎呀 直接是教個士陸架 希望呢 就是拿到個上風的 看到這球呢 Lokberton呢 是救到的 雖然鏡頭轉一轉 我們看不到它 怎麼出球啊 暫時是58比7領先 51分 有個很好的機會 在中袋 桌面上面呢 只剩下三個紅球而已 打個慢球 調個黑球 這個球調得很漂亮 相信呢 相信呢 現場的觀眾呢 真的需要呢 打完球之後呢 就是查一下鐵打走 拍手掌 拍到要拍爛手掌 一個小小的車位 入了才說 不要講教球 因為那些分數呢 在桌面上面呢 只剩下兩個紅球而已 暫時呢 它是打完這8分呢 就是有66分比7的 零先是59分 已經夠贏了 試一下 打個薄球 兩條故事 把白球運回上黑球的後面 又沒有屎鹿 沒錯 雖然呢 是有尾袋 但是看到這個球呢 是縱厚了 多了留在一個代口邊 只要鐵仔打完這個紅球呢 這盤球相信 五粒不當都會投降的了 都不想靠球了 入了才說 因為呢 剛才我都說過了 入了呢 已經可以贏到這盤 結果這盤呢 陳偉達呢 是贏了 總局數呢 就是5比5的 這個藍波雖然打失 都不要緊了 大家仍然留在亞運直擊 現場看到的呢 就是 奧運團體的桌球項目 是由 泰國對香港的 我們香港的代表呢 就是 陳偉達 至於泰國的代表呢 就是 鎊佩當 現在正在看的呢 就是第十一局的賽事 雙方是打成5比5平手的 分數呢 就是1比28 泰國呢 是落後的 好 達仔剛才這些Q呢 就是想打個紅波 撞個拼波 用個拼波 撞哪一隻紅波落袋 但是很可惜呢 是失敗了 觀眾的掌聲呢 就是說打不到好東西 這樣也有 人呢 就是 沒辦法了 人家是主場之利 有個檯右邊 鎊佩當 麥克當 桌面上面呢 都沒有多少個紅波 剩下的 有二十七分的優勢 噠噠仔 送一個機會給對方 直接扯退後 教一個拼波尾袋 麥克當呢 就是 看著現場 那張桌子的情況 可以看到呢 這盤波呢 其實那些紅波 那些顏色波的分布呢 已經可以看到呢 那個戰況是多麼激烈啊 雙方面呢 都不是拿到很多分 可以在這裡是拉鋸箭 麥克雖然搞到一個拼波 但是呢 就是小小窄位 剛剛我們剛才看到 整張桌子的情況呢 就是原來是 右手邊的尾袋 有個紅波在代口邊 打個拼波 推彈 推彈 一條孤筍 又是這樣的 看看呢 怎樣能夠調到一個紅波 較早前呢 傅家俊呢 就是贏了一分 至於陳國明呢 是輸了 所以呢 雙方面的大分 一比一平手 金牌的希望呢 就是 決定在這一盤波裡面 因為這盤呢 是決勝局 賽事是十一局六勝 代口邊 真是很緊張啊 雖然在代口邊 仍然都是這麼小心啊 一個deep scoo 把球扯後 這個球調得頑皮 那它其實呢 就是想 避開那個啡球 是 退後調回那個啡球 但是這個球 它偷的位置 偷得不是那麼好 就變了呢 退後呢 撞到那個啡球 這個球 又不是平時打呢 這些球呢 我相信它 都會打到袋子 但是現在呢 都是五五球來的 好了 它又打了八分 暫時呢 以九比二十八 就是落後緊的 有個中距離尾袋 桌頭上面 還有一個紅球 可以推下去 是調回那個紅球的 這個球是打得很準 推下去也是調到那個紅球 好 是力水呢 就稍微大力了少少 剛才也解釋過了 因為現場那個機 就不可以移動 因為兩個人在比賽中 賽會方面呢 就不可以呢 就不可以呢 就被場館裡面 任何的人呢 走動影響那個球手 所以呢 我們的攝影師呢 唯有呢 就在旁邊呢 就是那個角度拍下去 所以鏡頭不是那麼厲害 希望各位觀眾原諒 有一個小小的斜位 紅球 尾袋 好準啊 好 但是力水呢 也是一般的 想調個拼球 調不到 調了個黃球出來 剛才呢 已經是打了一個啡球 和一個拼球 連同這個紅球 打了13分 計算起來 他剛才那一分呢 就是14比28 暫時呢 是落後14分的 都沒有什麼選擇了 一定不會打拼球 若果嘉瑜是剛剛開賽 一定會打拼球 一條孤筍把白球 靠右手邊呢 是交回切孤筍的紅球 但是呢 現在呢 真的是15-16 打拼球就要抓了 打黃球的分數就少 那就不夠分追的 很尷尬啊 所以他呢 就是在想 究竟是追多一點點分 搏一個難打一點點的拼球 因為打個黃球必入的呢 這些都是明智的選擇 都是打個黃球 遮座桌面上面的六球呢 是彈彈呢 把白球留在六球的位置 打個窄位的尾桌 加上兩分呢 現在呢 就是16-28 拼的身上也都不夠 拿一支extension出來呢 是拼長尾去打 羅伯丹呢 那個身材呢 是會比較矮小一點 其實這些這樣的位置呢 很多個球員呢 拼了身上的桌子都夠了 看看拼不拼這個球 這個球它不拼的 打個crossed up呢 就是兩條窄桌 把紅球呢 送回到中間那裡 希望呢 這個白球沉底 但是這個球呢 又是種得細了 種得太薄了 變成呢 留了袋口邊給達仔 對 暫時的環境看到呢 就是除了藍球和黑球 其他的球都在中間的位置 對達仔相當之有利 是呀 現時它呢 就是領先 是十四分的 所謂是十六分 現時它是領先十六分 所謂是十二分 對不起 我太緊張了 現時領先十二分 桌面上 它只要打到個fair ball 已經可以夠贏了 對它是相當之有利的 反觀呢 因為不一定要打到超過的藍球 才可以贏到這盤球的 所以藍球之孤筍呢 對香港相當之有利的 fair ball 29比16 13分的優勢 好準 交到嗎 真的好好的 只要打到三個顏色球呢 金牌再看 暫時是33比16 有17分的優勢 只要打到六球 分數剛剛22分 已經可以說是渣至尊 黃球 慢慢過來 插一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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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要用插 但也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其實他都很失望 假如不插 應該是向正中袋 這個位置雖然要用插 但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調校啡球 36比16 這盆球打得相當之緊湊 其實他們打到這個階段 已經是晚上的11點幾 差不多11點半 可以見到體力的消耗 都七七八八 先看清楚這個形勢 用rest 插尾袋 好緊張 好球 給點力 彈出來吧 零頭 看到達仔零頭 就知道白球是癡孤純良 但有個好處 現在已經是領先22分 以38比16領先 桌面上也只剩22分 換言之 就算Lopardon這球 可以打完桌面上面四個球 都是平手 好 看到他現在正在握拳頭 揮手 知道是金牌在望 雖然藍球貼孤純 看他怎麼處理 這球球 打個crossed up中袋 雖然不進 但都是夠分數贏的了 分數是42比16 好 Lopardon 沒辦法了 這時候都是去設計 形勢對達仔是相當之有利 一個double kiss 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是左手邊的尾袋 哇 達仔都很清楚 知道形勢 不如看看分數先 這球球可以萬流滴到尾袋裡 不進也放在袋邊 讓他難聲 好, 準了 再進藍球 Lopardon也是投降的 結果雙方握手 結果香港以大比數 對不起, 不是大比數 大分二比一 就是奪得這次金牌 看到現場觀眾的氣氛 知道金牌 拿到金牌是多麼開心的一回事 看到我們的主席羅俊英 各個球員 向他祝賀 猜不到達仔在這裏 就是拿回個美賽 為我們香港奪得團體賽事冠軍 我們記者是抓到的 阿達仔為我們現場做一次訪問 我們記者就是李海剛 崔岳達 剛才那場球 大家都看到真的很緊張 你覺得最難打是哪一盤球 最難打是最後一盤 那是否有段時間大家看了很久 那你用甚麼方法衝開這個關口 用甚麼方法 其實我打算一開球的時候 自己拿了二十幾分 那我打算 因為有很多Color球都黏了 我打算逐隻紅球 逐隻紅球入 入隻紅球就放一球 因為自己打了二十幾分 那對手有沒有小小關鍵的時刻 被你把握的機會 而後來就殺了上去 有呀有呀 因為對手有機會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點緊張了 所以我就慢一點點打 一入了紅球就設定了 沒有甚麼機會都設定了 後來就有一點運 那他自己打了最好 是否最後那盤球 都是最後這一盤 是有很多隻 一入馬上設定的球都能入到 是呀 意志方面 你在最後那盤球 其實有沒有一點鬆散過呢 沒有啦 集中打這一盤球 我打算一贏這盤球就贏了 壓力大不大 都幾大 都幾大 結果呢 我們香港呢 是二比一贏了泰國 奪得我們歷史性的 桌球的一面金牌 現在我們呢 就是看看頒獎的情況 我們看到剛才那盤球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雙方的壓力也是相當之大 我猜不到呢 達仔呢 就是拿一次美彩 一人打一段好球 傅家俊在中段打得好 陳國明也是在開頭打得好 或達仔呢 在尾段呢 就是為我們拿回這面的金牌 看到呢 就是各個球員出場的情形 中間呢 是穿白色衣服的 就是我們香港隊的隊員 看到他呢 攔掩他們是興奮的心情 我在這裏呢 亦都感染到泰國那份喜悅的心情 哎呀 達仔真是幾開心 好 其實現在呢 已經是當地深夜的11.9 那頒獎呢 頒獎呢 就是進行了 那我們呢 稍後呢 會再次一次聽到 我們中國的國歌 庞先生呢 應該是負責頒獎的 真的很開心的一件事 其實呢 在國際的人的心目中呢 團體賽事呢 是一個是大賽最大最高榮譽的賽事 雖然單打和雙打項目是拿不到金牌 但是終於在團體賽事裡為我們拿到金牌 相信全香港都是為他們開心的 傅家俊 陳國明在最終這場表演雖然一般 不過幸好團體賽事只要有兩分就可以拿到冠軍 我們為各位主持的桌球項目也差不多 希望各位仍然留在體育台欣賞我們為各客 為各客安排的各項精彩的節目 請請多点 找來 請多點 請多點 請多點